最近狗仔曝光了歌手胡夏的恋情 随即便被网友扒出 女方疑似是女型金晨 南方出道多年 且出道后便因为一手那些年火爆大江南北 但这之后略显低调 在粉丝心中有宝藏男孩之名 而金晨的名气要大一些 尽管他比胡夏出道还要晚一年 但由于长相极美 且很快就在演员的行业里崭露头角 近些年存在感越来越强 不过女方因为桃花运极好 常常与合作的男星传出绯闻 因此被外界挂上了内与海后的标签 对标弯弯著名的肖亚轩 其实五光十色的娱乐圈 艺人之间因为合作生出感情十分常见 而且每一代女性中都有作风豪放 情史丰富的海后 只是她们的感情结局却大为不同 有人年过50岁仍旧截然一身 也有人凿凿洗白 嫁人后成了贤妻良母 但最令人羡慕的还是金晨等90代女星们 她们勇敢尝试不畏世俗的眼光 活得肆意洒脱 但也免不了饱受质疑陷入尴尬 尽管被外界视为新一代海后 但金晨却并不是恋爱脑 反而因为十分清醒 果敢的性格赢得了观众的一波好感 比如四年前陆志恋宗女儿们的恋爱时 她面对自信心爆棚的张继科好无好脸 甚至海杰连狂队场面极度舒适 而之所以说金晨失海后 主要是她的情感经历确实丰富 从出道便因陆志舞动奇迹传出绯闻的香港男艺人黎诺依 再到拍摄《无心法师界》时的男演员韩东军 以及陆志总与花样姐姐中大搞暧昧的曾顺希 金晨作风大胆曾毫不避讳的大秀恩爱 不是叫对方老公就是含情默默的聊人家 不如我们就凑合凑合过吧 除此之外 她的绯闻男友还包括王大陆 邓伦 董幽灵 贾乃亮 李某峰 前每一段都扑朔迷离 不定期冒出粉红泡泡 因此有网友忍不住感慨 咱们凡叔的速度都赶不上金晨换男朋友的速度 但离奇的是 她一次也没有出面承认过任何一任绯闻男友 直到如今被传练上胡下 也丝毫没有回应的意思 足见她面对感情十分洒脱 根本不在意外界的看法 除了金晨 芳华三美之一的钟楚希也是这样的存在 实际上她出道也已十年之久 只是直到成为逢女郎后才被观众认可 而在这之前 钟楚希曾和男演员李宪有过校园恋情 只是后来遗憾分手 男方曾在综艺上揭露分手的理由是 自己没钱给不了前任想要的生活 确实钟楚希走红之前 就曾在社交平台野心勃勃的喊话 我要去做天后了 但没想到的是 她先成为了海后 与李宪分手后 钟楚希曾谈过一个外国男模 但很快也不了了之 不过男方仍在社交平台对她恋恋不舍 足见魅力之大 2022年 因为拍摄电视剧最遥远的距离 她与男主角张云龙传出绯闻 随即便被拍到到对方家中吃饭 看起来感情稳定 尤其是去年年中 两人还合拍了一组情侣谢珍 CP感十足 但谁也没有想到 几个月后 钟楚希忽然被拍到 与男演员侯文元前手逛街 两人同样是因为开戏而相识 简直是闪电般的无缝连接 难怪有网友拉平 钟楚希的男友都比不上 她裙子的保质漆长 同龄的港星蔡思辈 在内遇的存在感虽没那么强 但路人员却因高级绿茶的头衔 岌岌可危 蔡思辈是港界出身 比赛期间就因为不少小动作 引发网友不满 但她还是凭借高学历 而获得TVB力捧 不过相比其出演的作品 她交往过16个男友的故事 却更令人眼花缭乱 2014年 蔡思辈被拍到与男演员张俊红 去看苏打率的演唱会 而男方当时有女友 随即她又与男星罗仲谦 张震朗 陈展鹏 红永诚等人分别传出暧昧 其中罗仲谦的正牌女友是杨仪 红永诚的正牌女友是唐勇诗 后者还在男友的绯闻 传出不久之后分手 但蔡思辈最令观众吃惊的一段绯闻 是与有父之父王浩信 两人因出演时装剧 采过界相识 而他们传出暧昧后 男方与妻子陈姿瑶的关系急转直下 那之后 蔡思辈又与太阳城级的阿三迷似 有感情牵扯 而对方也是有老婆的 这些绯闻使得她背负了绿茶的坏名声 演艺录也因此陷入尴尬 甚至还被有着海王之称的黄宗泽当众内涵 她内力开放 外在又故作思问 相比以上女性的张扬思议 目前年近40的80丹海后们 则显得更理性一些 但作风仍旧豪放 毕如曾亲口承认 自己交过47个男友的极有女孩陈一涵 她曾高调地在接受采访时直言 我常常组织前男友团一起出国 分了手关系还很好 篮球队算什么 我的目标是足球队 陈一涵自小就长得漂亮 因此桃花运业极好 小小年纪就情势丰富 如今在谈读书期间谈过的恋爱次数 多到她自己都忘了 入行后 她先是因拍摄电影单车上路 而与男主角李云庆擦出火花 后来又因拍摄痞子英雄 疑似同时恋上周渝铭 赵又廷 但实际上当时周渝铭与大S尚未分手 而赵又廷则和张军宁谈着地下恋 所以陈一涵疑似次插足 那之后她又与贾静雯的未来丈夫修杰凯暧昧 和陈楚河纠缠不清 预言程序当中热吻 不仅如此 陈一涵还通过修杰凯的介绍 恋上了男艺人谢坤达 但最后不了了之 不过她不以为意 因为很快又与已有女友的发型师汤 被拍到亲密约会 直到2017年 35岁的陈一涵因拍摄爱情的拉斐尔 而与导演陈富祥相识 相恋 随即便官宣怀孕 结婚 如今过着低调的生活 不过她的故事仍旧精彩 去年年底接受采访时 还曾因大胆的发言震惊观众 陈一涵称自己很想尝试肉体上的出轨 令人大跌眼镜 同样被称为己有女孩的 还有今年刚满40岁的陈一涵 尽管出道便因沈嘉宜的清纯形象走红 但她作风同样大胆 早期接受采访时谈到恋爱毫不顾忌 出道后 陈一涵被扒 曾为了事业与全外男友Aaron分手 随即便开启了桂圈极优之路 她曾因拍摄《在这里等你》 和周渔明大演亲密戏 还因尺度太大被观众投诉 此举也似乎直接导致的 男方与女友大S的分手 陈一涵背负小三罪名 但那之后 她又与男艺人柯友伦 林德信 富三代贺西明等人私交甚密 直到被曝出和马依黎的前夫文章 在片场勾肩搭配 直到2014年 陈一涵系因节拍神雕侠侣 与陈小相识 随即两人官宣恋情 还举办了浪漫的婚礼 但好景不长 很快女方又卷入了 尼安东妻子指控的出轨事件中 陈一涵自此背负了极有女孩的标签 与陈小的婚姻也疑似陷入危机 只是两人尽管常常传出婚变 但却始终相扶相嫌 低调生活着 曾经是忙过台立捧的80后 小花旦孙潇潇近几年十分低调 几乎处于退圈状态 这或许和她早年的风平不好 有很大的关系 夹境优渥的孙潇潇出道极巅峰 并且参加工作的童年 便和男主持人李翔 确立了恋爱关系 当时男方很宠爱她 曾先后当众向她求婚三次 就在大家都以为 两人会顺利走入婚姻时 他们却传出了分手的消息 而在与理想恋爱期间 孙潇潇的异性男友一大堆 被外界称为暧昧大师 2011年 她因台戏结识了郑凯 两人随即成为好友 甚至还穿过情侣装大秀温暗 男方也曾在节目中自爆 我就是一个备胎 除了郑凯 孙潇潇还和苏醒是蓝颜知己 与袁洪是好闺蜜 任黄宗泽 马天瑜等男艺人做干哥哥 但与理想结束八年恋情后 她的演艺事业也陷入了瓶颈 尤其是力挺插足 别人感情的闺蜜江凯同之后 路人员尽失 不过感情上 孙潇潇仍得以成功上岸 她被爆出 已嫁给了男演员任重 但两人却并未公开或否认 或许只想过低调的生活 提到初代海后 就不得不提45岁的歌手萧亚轩 她公开直言 25岁以上的男人 我从来不放在眼里 确实 萧亚轩多年没能再拿出 更出色的音乐作品 却因为恋爱小天才的头衔 被人津津乐道 入行早期 她曾与183Club组合的 朱凡刚谈过恋爱 还与卡卫完全不如自己的 18线男艺人龙晨汉交往过 却没想到被对方劈腿 那之后 萧亚轩又恋上了台湾海王王阳明 甚至为了她不惜放弃一记 回忆录的妖歌 错失良机 但两人依旧没能修成正果 而女方也终于开始转变思路 与不同的年下弟弟 体验恋爱的快乐 包括男男选手 毛家恩 模特白子轩 李安卓 周唐豪等 总之前前后后不下时刻 她上一段的恋爱对象 是比自己小16岁的黄浩 也是她所有恋爱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位 两人恋爱五年间几次分分合合 最终还是没能修成正果 而萧亚轩的状态也似乎越来越差 几次露面都显得十分奇怪 比萧亚轩大一岁的林维军 曾是许多人心中的童年女神 除了曾在不少台欧剧中 饰演令人惊艳的女二号外 林维军的感情故事也活色生香 她曾和F4中的朱孝天 严承旭 以及男艺人林又威 许少阳 欧定星 蓝正龙 霍建华等人都传过暧昧 其中还不乏有劈腿 茶足的嫌疑 尤其是当时正值许少阳 严承旭等人处于事业巅峰期 导致林维军在私生活方面饱受质疑 被封为新晋绯闻女王 也因此一度影响了她的事业发展 许久之后 林维军还曾在录制节目中吐槽 称 没有人关心我的作品 大家看到我的反应 都是我和水又恋爱了 无奈下 林维军逐渐淡出荧幕 并于2015年转行做了瑜伽老师 而直至如今已经46岁了 她仍旧截然一身 感情生活也不再被观众关注了 谢谢大家